大家網友們紛紛地敲碗說 拜託請他來第二季 網友們 你們已經心想事成了 潘偉博老師來的 等一下出現在我這評分上面 只有兩個字 滿分 謝謝老師 Great 我覺得 因為之前其實在 YouTube上面 都有看到很多你的影像 但我一直選擇沒有點進去 因為所有下面的評語 都是非常好的 我想說我既然要來總決賽的話 我覺得要保持一個 非常公正的那種感覺 不要被陷入為主的感覺 但我剛剛看完真的是震撼 真的是震撼 我覺得你剛剛說什麼 大家是不是因為你唱中文歌 才對你有不一樣的一些期待 或是一些評價 我覺得不用這樣想 剛剛你中間那個橋 變成中文的時候 還好我戴著墨鏡 不然我是淚眼閃閃 真的 特別那種催心的感覺 你知道 往心裡撞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特別的好 我看那不永遠 嚇我一跳 艾薇粉請尖叫 艾薇 你 你開大絕了 曉雨老師以膜拜 天啊 瑋波老師很激動 他開始在丟腳本了 現場熱血會的 好 大家暴動時刻 我整天都沒有拿到墨鏡了 這次拿掉了 真的是太驚為天人了 墨鏡擋住我的世界 我也不算我墨鏡 墨鏡丟了 真的是 這 導播那個 怎麼樣 被偷了 導播麻煩幫我剪接 我上一段講的好不好 這現場直播是不是 現場直播沒辦法剪 在我的評分頒表裡 絕對是滿分 太多滿分 對 這個小外帶 我們的rapper擔當 博老師呢 您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表演 您喜歡嗎 我覺得 HIP HOP裡面有他這樣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就是讓大家更 更 不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說唱很嚴肅 或是其他要有一種 要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一些 你知道嗎 那種態度或是什麼 但他用不一樣的一種方式 讓說唱變得 我覺得是有藝術了 你知道 有那種感覺 就是讓大家會有一些 更能貼近他 因為之前他 之前在別的節目 我見過他 對他印象很深刻 很嚴肅的說唱比賽 他跟我搞笑 所以就非常印象很深刻 對 然後我就一直 一直記得他 然後後來他在網上 又說我不好 然後我就也記得他 我沒有 我沒有 抓到 來 所以還好你碰到是我 你知道嗎 我不會計較這些事情的 體系的表現 就是個嘻哈巨星好不好 I I like it 很喜歡 非常好 大家給他尖叫聲好不好 You like it 因為其實 十九歲嘛 你知道我覺得十九歲 能唱出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十九歲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那這首歌曲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是個可能嘻哈加一些搖滾元素 不 這首歌非常難唱 它的卡牌的地方 它的重牌的地方 要下去的時候 要非常好的控制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老實說 在口技上面 說唱上面有一點小瑕疵 但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非常喜歡這個表演 我覺得你做得超越 你自己年齡的表現 很棒 加油 劉鑰斯 我覺得有點難選 因為兩個人都很有自信 我想問一下韋伯老師的意見 自己的事自己解決好不好 我也有答案 說說說 我會選擇我會選擇立方 我就知道韋伯一定會選立方 你怎麼知道 確認過眼神 我默鏡帶成這樣 你能看我眼神 我呢 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選長頸鹿 在我心目中 當然也有一個 可能我會選擇的人 你問我好不好 問一下我 我想問一下這個 獅子老師的這個意見 我覺得乃貞 謝謝老師 我不認為 就是要有這種火花 我跟你講 就是要有這種火花 這個兩個老師 真的好香火味 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安靜 他今天 安東 哦 不行 安東 來 謝謝 出口在那裡 我覺得安東 安東 安東 喂 抱歉 抱歉 好好講 如果總統很好啊 得了金鐘獎 你是要Cue自己對不對 對 你也得過 我沒有要Cue自己 我沒有要Cue 你反應這麼快幹嘛 我沒有要Cue自己 我們只有一個字 STAR 你是個STAR 謝謝老師 嚇死我了 你要說SKIR SKIR 嚇死我 不要搞錯節目 我的接著句話是 你的表現實在太SKIR 我首先 我首先我不爽 你為什麼不爽 這歌 只有一個人選 MIND DROP 謝謝東翰 嘗試最後的歌曲 唱的確實比那個原唱好一點 對 我個人是在日文 可是他被 進入代電區了 他不是選錯歌 不是 很久不爽